Ciao a tutti, benvenuti al corso della lingua italiana 欢迎大家来到互交网校的意大利语课堂 Ciao,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中级意大利语A2的课堂 首先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来复习一下尚捷课所讲的东西 尚捷课的后半部分呀,我们给大家讲了一篇课文 课文呢,比较长,里面提到的东西也比较多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这篇课文 大家可以跟这老师一起来读一下 好,开始了 我认识你吗 你认识你吗 那是什么菜 我们吃到你的家 昨天天 我认识你 杀了一些藏 材料 但是你试试 什么 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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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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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识 我认识 你试识 我认识 我认识 你取了一切丝丝与泰的豬具 你会来跟你玩 我愿想吃的粒菜 是一 crossing的特殊 可以做的 好、可以吃 我吃飩 是的 我们做的 吃饭吃 吃天啤词 吃太好了 好 吃 一碟 吃 一碟 吃 一碟 一碟 看 好啦,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篇课文 那么课文讲的是一对男女出去吃饭 到了一家比较好的一个餐厅里面 然后呢,男士非常非常的饿,想尽快的去吃饭 其实具体吃什么也无所谓了 所以具体的这个身杀大权就掌握在这位女士的手中 她呢,点了头盘,配菜,第一道,第二道 那么说到喝的东西呢,他们还需要问一下服务员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篇文章大致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篇对话呢,就抛了一块玉 就把老师手上这块砖给引了出来 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顺势来讲一下 在餐桌上,除了我们的器皿摆放之外 其他的一些主要的构成 我们要吃一套完整的这样的西餐的流程呢 通常会经过以下几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课件 首先第一个是Aperitivo 我们叫做开胃酒,餐前酒 接着呢,是Antibasto 我们把它叫做前菜 它通常呢,是在主食和主菜之间吃的一道开胃菜 那么以凉菜的形式为主 我们文章当中的这位女士啊,点了一份Proschuto 火腿肉呢,作为了这道开胃菜 那开胃菜吃吧,就应该上头盘 或者又叫做第一道 那么在意大利语当中呢 第一道或者是头盘就是Primo 我们的这个Primo啊 就是指我们所说的一个主食 它呢,通常有米饭呀 或者是面食这样的一类东西所构成 Primo之后呢,就是一个Secondo,第二道 那Secondo呢,是一个以肉食为主的一个热菜 除了这一些很实实在在的,有名字的这样一盘一盘的以外呢 我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穿插的吃一些蔬菜 经常呢,是以沙拉为主的 那么我们把这种菜呢,叫做Contorno 中文翻译成配菜 那我们好不容易一道一道吃完了之后呢 那意大利人呀,最后还喜欢要一份甜点 我们把它叫做Dolci,甜点 那么意大利人呢,在饭后还喜欢喝一些东西来帮助消化 那么他们通常喝的是两种 一种呢,就是咖啡,咖啡 另外呢,是一种苦的酒 我们叫做Amaro 这种酒口感呢,是有点苦 但是呢,也有点甜 它的作用呢,是帮助我们的肠胃来进行对食物的一个消化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篇课文当中 他们的每一道工序当中呢,都点了什么菜 我们就按照顺序从头开始 第一个呢,开胃酒 Aperativo 他们什么都没有点 好,接下去我们看 Antibasto 前菜 那么前菜呢,他们点了什么呀 非常好 Prosciutto 火腿肉,对吧 我们可以看书上第89页的一幅图 那么这六幅图当中的第二行最左边的这一幅图呢 就是Prosciutto 火腿肉 那么这种火腿肉啊,和我们中国的一个精华火腿或者玄维火腿有一点像 它呢,是一个腌制的生火腿 所以呢,意大利语当中又可以把它叫做Curudo Curudo的意思呢,是生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也用Curudo来代替Prosciutto Crudo这样的一个名称 好,那么下面第一道,第一道呢,这位男士点了什么呀 好,他说了,他点了一个Spaghetti alla Carbonara 那么女士呢,点了一个Le Lasagne 一个千层面 那么就是我们书上89页右上角的这一幅图 它有一层一层的面组成 当中呢,会加了一些肉酱啊,包括蔬菜啊,奶酪啊,这些东西 好,接下去,Secondo,第二道 这个男士啊,要了一份La Bistecca ai Ferri 那么,铁板牛排 女士要了一个什么呀 Il Vitello alle Verdure 蔬菜烧小牛肉 最后呀,是Gondorno 因为他们喝的Dabere以及Dorchi啊,Amaro啊,这些都没有点嘛 所以最后呢,是Gondorno Gondorno,他们要了一份Uni Salata Verde 一份绿色蔬菜的沙拉 这些呢,就是我们课文当中的这对男女所点的一些菜 好了,我们知道了菜名 知道了它的一个程序和步骤 我们还差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就是呢,如何在用意大利语点好菜的同时 又让自己显得很有身份,很有地位 我们呢,就来看一下在点菜的这个环节之下呢 所必须使用到的食用意大利语 首先啊,点菜这个动作 我们把它叫做Ordinare 如果要跟服务员说,我们可以点菜吗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么一个句子 Posiamo ordinare 我们可以点菜吗 当然呢,在说这句话之前 我们也需要很有礼貌的把服务员叫到身边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句敬语 说到Scusi,不好意思 那么这个呢,我们用了第三人称的敬语的形式 好,那么我们把服务员叫到了身边 同时呢,也得到了可以点菜的允许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请服务员写下我们具体需要的一些菜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用到一个词叫做Vorei 在这里啊,他用了一个条件是现在时 这里呢,老师先去透一下 条件是现在时呢,他既可以表达出自己的一种愿望 同时呢,也显示出说话者的一种比较委婉的一个语气 所以呢,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用法 他不仅可以告知对方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 同时啊,又显得不失礼节 那么我们如果再想表现的有礼貌一些呢 我们可以在句子的最后面加上一句Per favore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实例 假设说,哎,老师我要点一份牛排 铁板牛排 那么我会这样子跟服务员说 Vorei una bistecca ai ferri, per favore 或者我也可以说 Vorei prendere una bistecca ai ferri, per favore 这里呢,同学们注意一下 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呢 啊,非常好,有同学说了 第一句话里面的Vorei 后面直接加的是名词 而第二句话的Vorei呢 后面多了一个Prendere 那么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个Vorei的用法 Vorei的用法和Vorei是一样的 Vorei呢,后面加的是动词原型 或者直接加名词都可以 再举个例子 我要一瓶水 Vorei una bottiglia d'acqua 我也可以说 Vorei prendere una bottiglia d'acqua 好,那么我们在跟服务员点菜的时候 光有礼貌也是不够的 你看,偌大的一个餐厅 区区的几个服务员 在高峰的时候 他们怎么忙得过来呀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做到一个信息的准确 诶,信息的准确是指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我在点菜的时候呢 我要明确的指出 头盘要什么 第一道要什么 第二道要什么 这样呢,也会方便一下服务员 免得再回头确认浪费时间嘛 那么像我们这种方便他人的一个动作呢 也是一种有礼貌的表现 不是吗 其实呢,点菜的时候 明确信息也很简单 我们呢,来看一下一些固定的用法 那么我们这里主要是有两个前置词来做到这一点的 一个是ber,另外一个是da 那前置词ber后面可以直接加上我这套菜的一个步骤 比如说头盘 那么我可以说ber primo 前菜 我可以说ber antipasto 而前置词da呢 我们通常在它的背后加上了一个动词 ber表示喝的意思 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来告诉服务员我要点什么饮料 好,我们把这两种用法放在一个实际的例子当中 继续沿用我们之前的一个例子 ber secondo 我们看这句话当中 它既明确了信息 同时呢,又不失礼貌 这样做不是很好吗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喝的呢,请给我来一瓶水 这里的ber favore呢,翻成中文 我们就可以把它译成请的意思 那么我们每一句话加上一个ber favore 是不是立刻就显得很高大上了呢 这里啊,老师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哦 点完菜,零了零了 我们呢,一定要向服务员表示出自己的感谢 我们可以说gracie 或者gracie mille 非常感谢 那我们呢,就来完整地看一下 怎么样来点菜 scusi, possiamo ordinare? per primo vorrei prendere spaghetti alla carbonara per favore ta bere vorrei una potilla d'acqua gracie mille 啊,像这样子说呢 服务员心里会感到很高兴 也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 说不定他还会给你打折哦 啊,立刻有小伙伴说了 哎,老师你想多了 好,接下去呢 我们就通过一些练习 来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啦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巩固一下吧 好了,那我们 我们现在呢,来听两段小对话 同时啊,小伙伴们把书翻到第九十页 第九十页上面有一张菜单 我们在听对话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菜单上勾出 我们两段对话当中的主人公分别点了什么 好,您实断了 al dente certo e per lei signora? per me le penne all'arrabbiata ottima scelta e per secondo? io vorrei una bistecca ben cotta per favore tu prendi il pollo, vero? no, ho cambiato idea per me gli involtini alla romana benissimo basta così o volete qualcos'altro? un'insalata? no, grazie da bere una bottiglia di acqua minerale naturale va bene, grazie due avete scelto? sì, allora per me i rigatoni lei? io prendo le linguine no, no meglio le farfalle e quattro formaggi il pollo all'aglio com'è? buono ma un po' piccante se vuole posso chiedere di mettere meno pepe no, non importa prendo le scaloppine ai funghi io invece vorrei il pollo qualcos'altro? non so prendiamo un po' di prosciutto? no, è troppo meglio una caprese d'accordo bene e da bere? un'chianti? un'angiovese? ecco un'angiovese grazie grazie a voi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对话 这种比较粗的意思 然后他这边说了 io sono indeciso indeciso呢 就是不确定的 犹豫的 他怎么犹豫了呢? 我们来看 tra i rigatoni al sugo e spaghetti al ragù 他呢 他呢 在下面的两样菜当中有欲 那两样菜 一个是 rigatoni al sugo 就是酱汁一面 rigatoni是一种比较 粗的那种通心粉 然后呢 体型比较大 好 我们再看 另外一种是什么 spaghetti al ragù ragù这个词呢 来源于意大利 Bologna的一个方言 它是指肉酱的意思 Bologna这个地方啊 做肉酱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 我们也把肉酱面 叫做Bolognese 好 这里呢 这位男士 就在这两样头盘当中 犹豫不决 我们来看一看 服务员这边说了什么 il mio parere la specialità dello chef sono le fettuccine ai funghi 这里啊 有一个词叫做 il mio parere parere这个词呢 就是意见的意思 那么点起来 il mio parere 就是说 这是我的意见 那服务员的意见是什么呢 fettuccine ai funghi 又是一种蘑菇面 为什么 这个蘑菇面 他觉得很好呢 因为他说了 这是la specialità dello chef specialità 我们在之前的课文当中讲过 是特色菜的意思 后面那个chef呢 就是指大厨的意思 主厨 我们就叫做chef 在意大利语当中 因为呢 这是一个源于法语的词 所以呢 我们还是按照 他在法语当中的读音 读过来 并没有按照 意大利语的发音规则 把它念出来 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词 读作 chef 好 下面这个男士说了 va bene ber me le fettuccine 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出 这位男士 所点的头盘呀 就是le fettuccine 那他的女伴又点了什么菜呢 per me e per secondo 这种肉卷 那invordini这个词呢 就是指什么什么卷 比如说蔬菜卷啊 肉卷啊 意大利人也很喜欢吃中国的春卷 他们呢 把春卷叫为invordini di primavera primavera呢 就是春天的意思 好 那么这里呢 老师就给大家来提一个问题了 他们有没有点 gondorno配菜呢 好 揭晓答案 他们呢 没有点配菜 为什么呀 我们一起来看 服务员说 basta così o volete qualcosa altro un insalata 那男士回答到 no grazie 所以我们看这边 服务员说 你们要不要别的什么东西呢 要不要一盘沙拉 男士说 不用了 谢谢 好 那么最后 来看一下 他们的dabere 要的写什么 dabere una bottigna d'acqua minerale naturale 矿泉水 那这里的acqua minerale 就是指的是矿泉水的意思 后面又出现了一个naturale 它的原意呢 是自然的 那说明了 这个水啊 它里面不含气泡 在意大利买矿泉水呢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含气泡的 我们把它叫做acqua frizzante 好了 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这对男女 他们点了一些什么东西 他们呢 首先要了头盘 头盘啊 男士点了 le fettuccine ai fungi 女士呢 点了 le bene alla rabiata 好了 第二道呢 这位男士 这位男士要了一个全熟的牛排 una bistecca bencotta 然后呢 这位女士点了一个罗马肉卷 i invordini alla romana 最后呀 他们跳过了contorno 也没有点antibasto 直接呢 点了一瓶水 una bottiglia d'acqua minerale naturale 好 那么讲完了第一段对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段对话当中 这一对年轻人 他们点了一些什么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服务员过来了 avete certo 你们选好了吗 这位男生说了 per me e rigatoni 哎呀 点了一盘rigatoni 一盘粗的通心粉 这里啊 老师插一句题外话 给大家讲一下 rigatoni和bene之间的一个区别 bene啊 我们看 它的两端是有一个斜角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 有点像钢笔的一个头 而rigatoni这个东西啊 它两边都是平的 能够把它直接的 垂直的 站立在桌子上 而bene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 把它垂直的 站在桌子上 因为它的头是尖的 而且啊 rigatoni的体积 要比bene大很多 这个呢 就是这两种通心粉之间的区别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位女士 她点了一个什么样的面 作为primo 她说啦 yo prendo le linguine no no melio le farfare ai cuatro formaggi 这里啊 出现了两种面 一种呢 叫le linguine 另外一种叫做 le farfare ai cuatro formaggi 那她本来呢 是想点 le linguine 后来她改变主意了 用了一个词叫做 melio 是更好的意思 什么更好呢 melio le farfare ai cuatro formaggi 就是说 最好呢 是芝士蝴蝶面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他们的 secondo 要了什么 啊 这个男生呢 就问 gameriere 说 il polo alagio gome 那么 蒜香 鸡 怎么样 然后 服员说啦 buono ma un po picante 味道很好 但是有一点点辣 picante 就是辣的意思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 我可以让厨师少放一点 胡椒 好了 我们的男主角说 no non importa 不用了 没有关系 prendo le scalopini ai fungi 我呢 要一个 蘑菇 煎 小牛肉 scalopini 也是一道 很有名的意大利菜 我们中文呢 把它叫做 煎炒小牛肉 OK 接下去 这位女士说 io invece vorei il polo 我想要 点鸡肉吃 好了 第二道也点完了 那么 他们有没有 要一个 contorno呢 男生说 prendiamo un po di prosciutto 我们要不要 点一些火腿啊 那 这个女孩子说了 no e troppo melio una caprese 她说啊 不用了 太多了 那最好呢 我们来点一个 gabrese的沙拉 gabrese的沙拉呀 它是由三种食材 构成的 西红柿 mozzarera的奶酪 以及 罗勒叶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鲜奶酪 番茄沙拉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喝了点什么 服务员说 e da bere un kianti un sangiovese 那么喝的呢 需要一瓶 kianti呢 还是要一个 sangiovese呢 这呢 是两款葡萄酒的名称 首先啊 第一个 kianti呢 是产自于 Toscanada区的 kianti地区的酒 我们都把它叫做 kianti 然后呢 sangiovese sangiovese是一种 葡萄的种类 那么用这种葡萄种类 酿出来的红葡萄酒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 sangiovese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对男女 他们做了一个 什么样的选择 这位男生说了 eco un sangiovese gracien 那么他们要了一份 什么 sangiovese 好了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一对男女 他们要了一些 什么东西 首先 per primo 男士要了 i rigatoni 女士呢 点了一份 le farfare ai cuatro formaggi 那么 per secondo呢 我们的这个男生啊 他就点了一份 le scalopine ai funghi 蘑菇煎炒小牛肉 女生呢 要了一份bolo 就是一份鸡肉 零了零了呢 他们呀 追加了一份 gaprese的沙拉 以及一瓶 sangiovese的红酒 好了 今天的主题呢 主要讲的是 一些吃的东西 菜名 包括点菜啊 之类的 这样一些 食用意大利语 那么吃也吃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词的用法 这个单词啊 在意大利语当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能对初学者来说呢 他会引起一些疑惑 那么今天呢 老师在这边 就给大家传道授业解惑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 介绍的这个词呢 就是喜欢这个词语 biacere 我们呀 先来看两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 比如说 我喜欢吃法国菜 我怎么说啊 mi piacera cucina francese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句子 我喜欢吃肉酱面 mi piacero no espagetti aragu 好了 看到这两句话呢 同学们一定会有一些疑问 不是都是我喜欢吗 为什么第一个 我们用的是第三人称单数的变位 而第二句话当中 我们要用第三人称 复数的变位呢 相信不少小伙伴 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在表达我喜欢的时候呢 动词变位的人称 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同时呢 对biacere前面的mi di这些 你我他这样的代词 也不是很清楚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仔细的讲一下 这个词的用法 我们呀 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呢 是因为 biacere这个词呢 在意大利语当中的意思 跟我们汉语当中的意思 其实是有差别的 我们汉语说 我喜欢一个什么样 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主语是我 我喜欢的对象是宾语 对吧 那么在意大利语当中 不是这样的 biacere这个词呢 如果我们把它直译过来啊 它的意思是 时什么什么 开心 时什么什么 愉悦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意大利人脑子当中 就像喜欢这个概念 在中国人脑子当中的一样 是等同的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译成了喜欢 但实际上 它是说 某个东西令某人 很愉悦 因此啊 在意大利语当中呢 biacere这个动词的主语 是我喜欢的那个对象 而不是我本身 那么下面啊 我们就来看一个构造 掌握了这个构造啊 我相信同学们不会再被biacere这个词的用法所困扰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guarguno或者是guargoza 某人或者某物 加上biacere 加上前置词啊 再加上guarguno 某人 这个呢 就构成了biacere这个动词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形式 某人或者某物 令某人很愉悦 还是回去看刚才的那个例子 mi piace la cucina francese 那么这句话当中呢 它原来的顺序是 la cucina francese biace ame 翻译过来呢 就是说 法国菜令我感到很愉悦 用符合汉语逻辑的话讲出来呢 就变成了我喜欢法国菜 那么这句话当中啊 la cucina francese 是我们的主语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结构当中的guargosa 某物 然后啊 我们的动词biacere呢 就根据主语la cucina francese的单夫数 以及人称来进行变位 那么这里很明显啦 这是一个第三人称单数的主语 因此呢 就变成了biace 有了主语和谓语 我们这边还缺一个对象 那么是指法国菜令谁很愉悦 那么就是说 谁喜欢法国菜 我这里边呢 用了一个ame 就是说法国菜让我很愉悦 那在意大利语当中呀 如果说呢 我的前置词a 后面加上了一个重读人称代词 这样的一个短语呢 它在句子当中充当的是间接编语的成分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ame 用一个编语人称代词me来代替 并且把它放到动词前面去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会在第十单元当中详细来为大家讲 那么这边同学们知道一下这个me me biace当中的这个me 其实是ame 是一个冰语就可以了 因此我们看 me biace la cucina francese 这句话其实是从la cucina francese biace ame 来转化过来的 那么转化成了一个符合意大利语的思维模式的 这样的一个语序 这样一讲呢 同学们对我喜欢 你喜欢 他喜欢这样的一个句子的表达方式 是不是就清晰了一些呢 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之前讲的第二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来的 me biace no spaghetti aragu 那么这句话呢 我们先把它还原成一个主卫兵这样的一个语序 那么就是说 意识肉浆面令我很愉悦 令我很愉快 我很喜欢意大利肉浆面 然后呢 这句话当中 我们把这个ame变成me 用一个冰语代词me来代替 放到biace no这个动词的前面 变成了mi biace no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 你喜欢意大利面 那么这句话呢 它的原型是 ispagetti aragu biace no a de 这里a后面跟的me啊 de啊这些词 老师在第一堂课当中就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把它叫做中毒冰语人称代词 它呢是做前置词的一个冰语 那么掌握了biace no这个动词之后啊 我们出去点菜的时候 看这菜单 我们就可以和同伴说 啊我喜欢这个菜 我不喜欢那个菜 对吧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说出来了 下面呢 我们通过一些练习来检验一下 我们的学习成果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巩固一下吧 在意大利 雨水呢落在了白云岩的斜坡上 渗透至地下70米后 开始独自旅行 在岩石一次一次的过滤当中 各种岩石当中的丰富的矿物质吸出 加入了雨水 一起开始了他们为期30年的旅程 他们的目的地呢 是数百公里外的 阿尔贝斯山脚下的小镇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一国万花筒 那今天啊 老师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传奇的意大利 佐餐用的矿泉水 San Peregrino的故事 我们现在如果去逛超市的话呢 在进口的矿泉水的柜台啊 经常会看到一种绿色的塑料瓶 或者绿色的玻璃瓶上的 贴着一张蓝色的 大蓝色的纸 上面有一个logo很明显 一个五角星 那么呢 这个牌子叫做San Peregrino 这是意大利具有传奇色彩的佐餐水 那么它是一种气泡水 这是一瓶啊 让人不得不爱上的意大利矿泉水 它那独一无二的味觉的源头呢 来自于距米兰70公里的阿尔贝斯山脚下的小镇 那里的山谷啊 地势险峻 不易到达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的当中呢 San Peregrino的泉水 只是当地居民的独享 这也正是因为如此呢 它有幸的逃过了工业爆发时期的污染 那不仅仅是San Peregrino的泉水 意大利很多地方的矿泉水都是这样子 因为它们的源头呢 通常位于山谷当中 然后呢 地势也比较险峻 比较难以到达 因此啊 水源地的品质呢 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保证 再后来呢 人们发现了这些矿泉水 它其实有医用效果 然后呢 又随着世界各地啊 掀起了一股SPA的风潮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 慕名而来 来到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这些小镇 来探寻一下 这些矿泉水的源头 究竟是如何的美貌 根据坊间传言呢 达芬奇曾经在米兰逗留的时刻呢 造访过这一片水源地 那我们随着医学的一步一步的发展 然后呢 以及新道路的一个开辟 San Peregrino的泉水的美名啊 传到了欧洲各个地方 当地人呢 逐渐看到了泉水 能够带来的一个精致的效应 于是呢 新建起了很多SPA中心 还有呢 宾馆 然后修了很多道路 由米兰市中心 可以直达水源地 这个时候啊 游客们纷纷慕名而来 然后呢 这里不仅仅只是一个治疗的床所 而是成为了一个疗养文化音乐的中心 每年呢 上层社会的人士啊 在这边都会有一个定期的聚会 虽然呢 我们看到了游客的加入 以及一个地域的开发 但是呢 San Peregrino的这个水源的运作 仍旧是归为个人所有 保留了当地居民 对于这片水源地的永久使用权 那像意大利的气泡的左餐泉水呢 已经成为了高档餐厅的一个标配 那其实上最早的San Peregrino的泉水呢 是没有气的 那么生产有气的矿泉水啊 是为了保持这个泉水原始的味道 那么在一定数量的天然二氧化碳呢 正好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这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现在像意大利的这些左餐矿泉水 带有气泡的矿泉水啊 它当中的二氧化碳并不是工业用的二氧化碳 而是来自于天然的二氧化碳 那么这些二氧化碳呢 产自于托斯卡拉大区 在当地啊 经过罐装密封包装之后呢 会被运送到各个水源地的罐装中心 然后冲入泉水当中 其实在泉水当中冲入二氧化碳 它的主要一个目的是为了保证泉水原有的一个口感 提高它的一个品质 另外一个小秘诀啊 就是说一般啊 这些气泡水呢 能够帮助消化 而且呢 因为这些水是含气泡的 我们就像喝饮料的时候一样 会觉得肚子胀胀了 这样能够避免暴饮暴食 然后呢 不至于会一下子吃到撑 那么这也算是左餐矿泉水 左餐的气泡矿泉水 给我们带来的额外的一个福利吧 如果说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这瓶说 它美得冒泡 好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到此 我们下次再见 A la prossima Ciao